台東的農特產品相當優質 不過地形狹長偏遠是行銷的最大問題 水保局台東分局和網路平台合作 打造出電子生物 在12月7號舉行的成果發表會 水保局台東分局長王智輝表示說 今年的總銷售額已經突破了6000萬元 是歷年來的新高 來 青龍登上 戰 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 有鑒於台東農特產品非常的優質 不過礙於地形狹長偏遠 行銷是最大的問題 決定與網路平台合作 將農產品在電子商務通路上面上架 今年總銷售額已經超過6000萬元 而電子商務確實帶來正面的收益 這個農民 尤其是小農這些好的東西 能夠快速到都會去去 我們發現電子商務 它縮短了這個距離還有時間的問題 因為任何時間都可以上網買 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買我們的東西 那剛開始我們確實在嘗試 因為農民們也不是說 很相信說透過這樣 可以把原來的農產品賣出去 可是這三年下來 我們整個銷售金額 從600萬到6000萬 這10倍的成長 那參與的農民 也從34位提高到260多位 那基本上很多農民 原來他被迫要在傳統市場 銷售的模式 透過電子商務之後 他居然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今天水保局舉辦了電子商務的成果發表會 邀請兩位在地青年江農 分享將農業結合電子商務的心得 那我是覺得這個 他對我們的幫助是 他可以不用 就是不需要實際 像我們以前去參展 都是必須忍 然後到大渡匯區 然後要花費人力跟成本 就是運輸的成本 還有通車 還要再住 然後很多的成本 那你會變成你去那邊展售 那效益事實上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大 那經過電子商務的時候 他事實上可以把照片 圖片 或者一些做法料理 都可以直接在網路上呈現給大家 一開始我們以實體通路為主 那後續因為我覺得現在人 在網路的運用方面越來越發達 那你一些家長 婆婆媽媽 他們也都會使用網路 那在網路的銷售上 他會把我們的生產過程 或者是我們的理念或概念 就是講給消費者聽 那在會把我們的辛苦 講給消費者聽 那我覺得電子商務 會是未來的趨勢 而其中一位青農李奇君的產品 麻油漿 成為了網路人氣商品 他說台中的農民朋友 都很會種植 卻不會行銷 透過網路以及不斷的參與展售會 經過三點的累積 終於獲得消費者的肯定 更希望朝著外國市場前進 記者 蔡翰 唐宋士報導